60 岁資深藝人黃安長期定居中國,心臟不好定期回台救治,經常在微博發表舔共言論,開罵台灣事物的他,讓台灣網友相當不以為然。 賜料近日黃安居然開始批評起中國的事物,嫌高鐵的盒飯難吃,意外在微博先戰了。 黃安昨21日在微博發文開罵前兩天坐高鐵,吃了一盒高鐵盒飯,三個菜完全沒有菜味,倒是有濃濃的科技味,簡直難吃到爆。 後來吃到麥當勞,黃安心情才好轉起來,對於他在文中指出盒飯都是預製菜,也讓中國網友不滿表示麥當勞的漢堡肉片是預製菜,冷凍保存店裡在炸,麵包一樣是,預製菜不需要一桿子打死,對此黃安則大為光火回覆,我就打死怎麼了,我不愛吃預製菜又怎麼了,鐵文基奇網友熱烈討論。 嗨,大家好,我是武痛謝,是乃哥,我是徐乃琳。 我是台灣上司的老爸上,鄧美鳳。 我是蔡康永。 哈囉,大家好,我是小A4。 我們是號角翔起。 祝福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。 在這裡要祝福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。 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。 在這邊要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。 祝福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。 祝福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。 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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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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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在這裡